日前,2013天堂传说之花神时尚内衣秀在上海时髦展览中心举办,此次秀场布置风格更被称为山寨版维密内衣秀场,而曾现念照门的兽兽也出席了此次活动。 2010年2月初,一段性爱视频倾线网络,女主角疑似国内当红车磨网络美女兽兽,同时传出前男友为报复而抛出性爱视频的传闻,之后,车磨兽兽默认视频事实。 刚刚在1月中旬录制快乐大本营的兽兽,本该在此时人气更上一层楼,却倒在了艳照门之下。 网络撮红之后,瘦织身材与昔日截然不同,昔日的丑小鸭变成今天的白天鸽,从网络广闻流传的车磨照看,瘦织不愧是第一车磨,身材气质之佳。 唐气娱乐,展觅发道。